听专家解读美国升学方案 看美国学习生活点滴 原美国名校梦想 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 无论您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滕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来提供大学申请 以及是规划的服务 全美有12家办公室 7天营业 万博士领先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的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 微信公众号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小红书的话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万博士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哈佛 虽然大家听得很多 但是在万博士这样的一位教育专家眼中 哈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第一个主题请万博士给大家聊一聊 有请万博士 好 谢谢主持人 对 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呢 是帮大家深入的分析研究一所大学 之前在节目里咱们没有这么样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于我们很多家长 他们非常困扰的困扰的一点呢 就是择校 选择大学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这决定了孩子未来要读什么样的大学 以及在这四年里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 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在申请之前的这个准备阶段 我选择申请哪些大学 那还有一个阶段呢 就是即将录取录取了之后 我即将选择哪个去就读 所以这两个都是一步一步非常重要的两个时间节点 我也想我们这个申请期已经过去 那么现在有一些时间的情况下 如果节目允许的话 那我们还是愿意多带大家看几所学校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就来带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哈佛大学 当然了 哈佛大学在过去的几年里 它并不是排名第一了 在过去五年里 它都已经变成了老二 甚至是老三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影响哈佛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所以我第一个学校 我还是选择哈佛大学来跟大家介绍 那么我节目的前半段呢 我用中文来给大家介绍 那也做了一个PPT 从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角度里 来给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的一些视角吧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会带着大家直接去看一看这个哈佛大学的网站 那么我也会告诉大家 如何从哈佛大学的官方网站里 得到更多更有用的一些信息吧 所以今天大部分情况下 应该是从这两方面来进行介入啊 那首先的话呢 分清导播可以帮我们切换一下画面啊 那么我也是专门安排啊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PPT介绍吧 那么能够带大家能够比较直观的啊 来分享啊来观看啊这么一个学校啊 那哈佛大学首先的话呢 当然是先给大家简单的扫盲一下啊 当然如果有些家长都已经很了解了就可以跳过 但是我相信我们还是有一部分家长 可能呃 总是说想让孩子尽名孝敬哈佛 但是从来没有了解过哈佛啊 所以我觉得呃只是说他们觉得哈佛是好学校 我们要冲啊冲但是对哈佛的很多东西 他其实并不了解啊 那么所以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 家长呢也不用去查资料了 就听我读一读听我听听声音 甚至呃不用看啊是吧 那对对这个学校啊 你想让你孩子进哈佛哈佛什么样啊 甚至你也可以呃给孩子多讲两句啊 所以这个大概的跟呃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首先呢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历史吧 他是北美最悠久的一所大学了啊 是吧英语世界里他就是已经是第六所啊 是吧那么北美第一所啊 1636年啊就成立了是吧 所以这个是400年的历史了啊 非常古老的呃一个呃学府啊 那么在这个他他这个城市呢很有意思啊 叫Cambridge建桥市啊建桥市啊 所以知道大家因为东部的话呢 很多城市像约克波士顿Cambridge这些东西啊 都是英国的名字啊 为什么New York因为最早英国人登陆的时候 是吧怎么给你们命名啊 这就是新纽约了新英格兰了是吧 所以都加个新字就是就是北美了啊 没有那个新就是英国对吧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名字啊 他的历史1636年啊非常古老的一个学校 也是最早的巴索常青藤学校创校之一吧 嗯啊那之前我跟大家讲 我说这些名牌大学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啊 在寻找未来能当美国总统的人 你看哈佛大学有多少个总统啊 有八个总统啊八个总统从这里毕业啊 那么当然他这说了一个62名富豪企业家 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62名他是怎么定位的啊 但我想应该都是至少都是亿万富翁 上级公司老总级别的啊 是的 那如果算上普通人普通的一些百万富翁是吧 那就更多了不计其数了甚至 那么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个特别骄傲的荣誉 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了他真正的学术的水平 就是14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诺贝尔奖获得者 所以这个真是一所学校里面有这么多诺贝尔获得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 要知道在整个咱们中国甚至整个东亚 那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没有超过100人啊 所以这个应该来说西方世界在学术方面的垄断地位 还是可见一般的啊 那么当然这里边他还有一个什么这个罗德奖学金啊 或者各种其他的奖学金啊 是吧这些得主啊 然后藏书1600万册也是全美最大最厉害的图书馆啊 这是大家知道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哈佛的学生 哈佛图书馆是通宵24小时开放的啊 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新闻就讲哈佛学子 是睡在哈佛图书馆里的啊 所以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啊 所以这个他这图书馆足够大啊 也去那儿沾一沾掀气啊 从那儿出来都能打诺贝尔奖 那下面的话呢就是讲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本科申请 大家最关注的一些申请的截止的一些数据 一些要求吧 那首先他的官方的普通申请的截止日期呢 是1月1号啊 1月1号 那么他的异地申请是11月1号啊 所以他要早两个月 异地的任请大家今天就不跟大家多讲了 就指的是有更高的录取率 他大概有30%到40%的学生 是在异地的阶段就已经把录取发出去了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 如果哈佛是你的Dream School的话呢 你应该是在异地第一轮就要提交这样的申请 那么SAT的认知1580和36 是我们亚洲孩子应该看的分数 请不要去看这个1510和33啊 在整个的前10名的藤校里边的 SAT的认知哈佛大学是最高的 他的最低分都有1510 那这个分是给谁准备的 是那些西域欲黑人少数族裔吧 给他们准备的啊 不是给亚裔准备的对不对 绝对不是亚裔亚裔最能考啊 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哈佛 那你的分数绝对要在1550家要接近满分的啊 1550以上 ACT的满分就更多了啊 ACT的满分就更多了啊 所以这个是申请费这些倒没有什么说的 GPA 3.9 其实如果是这个指的是普通成绩的GPA啊 那就非加权的 那如果加上一批课的话呢 你绝对GPA要在4.5以上了 绝对要在4.5以上 那学费 周内学费啊 如果你是在马萨诸塞州 你的学费是57000 当然这里边还要包括根据你的家庭收入 会有奖助 那外周呢 那外周的话呢 可能这个学费会更贵一点啊 会更贵一点 贵个两三万美金 大概在8万美金左右啊 那么当然了这里边就要看 你能拿到多少补助啊 当然这个也不仅仅是补助 有些家长也会问这个问题啊 那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学费呢 57261 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啊 其实在美国读书 每个学生作为个体 他的学费都不一样啊 不是一个统一标准啊 那即便是你是在外周 你可能拿不到他的一些奖助学金 但是他们也会根据你的家庭收入 来给你订学费的 就是在美国基本上就是说 用一句那个不太好听的话 叫杀富济贫吧 在学费的角度上 真的是杀富济贫啊 就是说你的报税额高 那你就多交点学费 你的报税额少 你就少交点学费 总而言之 只要我录取你了啊 你就不用担心说 你支付不起学费 上不了学的问题啊 那只不过说是 你能付多少学费的问题啊 所以这里面确实是那个妈妈还在跟我complain说 哎呀中产阶级真是最惨的啊 中产阶级真的是最惨的 就是报的税也不低啊 然后这个减免又是最少的啊 所以这个确实是 那总而言之这个学费吧 是吧 有些家长会担心啊 我们这个读书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担心能不能被录取啊 如果一旦录取了的话呢 那我相信学校会有办法帮你解决 只不过你是出多一点 出少一点 以及占到你家庭整体收入的一个比例的问题啊 那在下面这个地理位置啊 这一点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表面上觉得这是没什么可讲的啊 但是在孩子的心里这个地理位置和人文概念是完全没有的 我接触过很多学生啊 他们在这方面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啊 所以在这个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啊 在暑假啊 寒假啊 有时间的情况下 还是要带着孩子都戳出去走一走啊 当然在过去的几年 由于这个特殊的原因啊 导致我们都困在家里面 但是随着现在全面的开放啊 那真应该利用春假呀 暑假呀 带着孩子多了解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 东西南北都走一走 让孩子对这个地理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啊 对 那么这个对于孩子的以后的人生观 价值观以及朋友啊 然后科研呢 各方面其实都有帮助的啊 都做很多判断 那么哈佛大学 它是在波士顿啦 波士顿的这个城市叫建桥市 刚才大概讲过了啊 非常漂亮啊 那么啊 它的楼宇啊什么这些 我就不跟大家详细的讲了啊 那么呃 总而言之是非常大 它是一座城 那城是一座学校 那当然它和和它并列的一起的 还有这个呃 MIT是不是 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当然那里边还有波士顿大学 波士顿学院 东北大学 这是在波士顿市周边的五所 非常有名的高等学府啊 所以我觉得从如果西部的孩子 去东部旅游的话 波士顿绝对是一个首选啊 因为你在非常短的距离之内 就可以看到五所世界级的学校 当然在东北部辐射在纽约在车程 在四小时之内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常春藤大学 以及其他的几所世界知名的大学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的优越的 也是波士顿大学 我相信也是美国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了 在美国的城市里边 我觉得波士顿大学 它既有这种大都市的便捷 也有这个相对规模比较小的那种干净和整洁啊 这比纽约大学 我觉得相比纽约 我更喜欢波士顿啊 我觉得在波士顿应该是 无论是在人口规模 城市规模和这个治安各方面 我觉得都是我心里面排第一名的啊 那历史啊 历史的话呢 刚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 它是之前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啊 那么这个它的一些藏品啊藏书啊 它是怎么发展起来 逐步成为了这个一个世界知名的学校啊 那么学院这一块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在美国的话呢 这些个专业啊和学院这一块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学生在择校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你看 有些人说想学医 但是你看哈佛的医学院非常有名 有名到它分了两个学院啊 它把牙医学院是单独放出来了 其他的是一个医学院啊 那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 如果有些人说想学牙医 是要单独考牙医学院的啊 那当然这里边还有公共卫生学院 也是相关的教育学院 商学院设计学院 是吧 文理学院基本上就是理工学院了啊 那这些都是有的 神学院啊 肯尼迪政府这是属于政治学院啊 所以这个它的学院的开设 应该是在大学里边 还是非常全和细致的啊 就是因为相对来说 它的规模比较大嘛 所以它就分的会更细一些 那就业情况啊 这个也是你在择校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啊 你会发现它这里边 平均起薪是什么意思啊 起薪就是毕业 找到工作的年薪是多少 所以大家说这个去名校啊 它的起薪往往就会更高啊 有一些专业的起薪是非常高的啊 你看有9万美金以上的像应用数学 数学这种就属于起薪非常高的了啊 9万以上了 然后经济学起薪也非常高啊 就是哈佛的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 那所以这些专业的话呢 供大家参考啊 就是你在择业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啊 还有就是这个你自己的以后好不好找到工作 薪水是多少 能不能养活自己的问题啊 大家会发现其实往往理工类的专业相对来说 技术性比较强的往往是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生产力 级别的这些专业的话呢 它的工作就工资就会高一点啊 数学啊 工程啊 是吧 你看工程 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也都有七八万美金的样子啊 那商科相关的 其实它是哈佛大学的商学院非常好啊 非常好 但是呢 它的起薪并不高啊 因为毕竟是 这是需要一个经验积累的专业啊 那么毕竟是本科起薪啊 那么当然随着你的研究呢 到了硕士和博士之后 那你的工资待遇肯定会涨非常的多啊 那著名的人物啊 著名的人物的话呢 这个最近几名比较有名的啊 是吧 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林书豪啦 这个咱们亚洲的打篮球的非常有名啊 刚才说了八位总统是不是 那就不跟大家一列举了啊 那包括还有这个像其他的一些咱们偶熄耳熟能详的一些 华人的一些代表啊 也都是从这里呃毕业的啊 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啊 那么呃校园生活这一块的话呢 呃 他的人数总人数啊 学校的人人口在2万多人啊 2万多人啊 这么一个比例也比较平均吧 嗯 51%为女性啊 所以还高1%一个点啊 那我刚才知道了波士顿的这个城市呢 相对还是很安全的啊 所以这个呃 还是不错的啊 好 今天我就在中文部分呢 我就先跟大家呃 分几大块 从就业校园生活历史呃 这几个方面吧 跟大家呃 稍微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呃 让我们的华人家长就说考哈佛考哈佛 哈佛怎么回事啊 嗯 稍微有一个粗劣的一个认知 总而言之 确实就像你想的 它是一个是一个名校 是一个闭着眼 你选择它都不会错的学校 哈哈哈哈 好的 谢谢 谢谢万博士啊 这个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哈佛的重点啊 万博士都给大家这个圈出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作为这个呃 你是家长的话呢 了解这个学校其实能够更好的去帮你判断啊 你的孩子是不是适合这个学校 孩子们也可以从其中看到 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学校啊 那么当然这个呃 各个学校的各种特点呢 其实万博士都很了解啊 所以我们未来也会请万博士 呃 这个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给大家介绍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当然如果你等不及的话 也可以直接来联系万博士啊 那么文美集团呢 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在为呃 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来提供大学的申请 还有规划的服务 全美呢 是有12家办公室 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的顾问团队 会尽心的为华人子女来提供 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当然也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声学资讯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呢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篇印来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搜索 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好的 刚才呢是万博士给我们做了一个中文的总结 那么下面呢 我要请万博士带大家直接来 在哈佛的网站上面逛一逛 有请万博士 好的 还是翻请导播分享一下屏幕 那么首先呢 咱们看到这个哈佛大学的网站 真的是在我见的所有的网站里最酷的 这是最简洁的 这个就是说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首先呢 这就是哈佛大学的主页 非常的简洁 他把所有的信息 进行了隐藏 首先是当然是在首页部分 他是讲了一下他的一些历史 美国独立战争 是吧 这些一些最新的一些东西 当然也包括他的一些新闻 包括一些工业上的一些事情 模型 这些 就是非常简洁 你看他都是 最近一个月的主题 我看都是在推出一个 历史性的一个总结 包括这个国际政治 这些方面 你看所以相对来说 他的信息呢 这个都是比较偏文化 偏政治 对 这些方面的 当然这本身也是 哈佛大学最强项的东西 所以手机的话呢 只是随便看一看 逛一逛 没有什么特别实用性的一些信息 可以说是 哈佛大学作为一个世界知名学府的话呢 在关注世界的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上面呢 他都要发表自己的态度和声音 来符合他的 普世的价值观的理念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 所以对我们的 学生家长 择校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首页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 具体的信息哈 但是我们可以去点这个menu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menu 这个menu呢 就是菜单吧 这个菜单呢 就里边就有他的具体的信息了 第一个呢 就是Academics Academics我觉得对咱们的帮助非常大 它主要是涉及到了咱们的这个 他开设的所有的这个大学的 无论是本科的研究生的 博士的专业方面的一些信息 应该说 如果我们把哈佛大学比作是一个公司的话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他的产品线 他都卖什么东西 我这有都是网上商城 是不是 那我都卖什么都在这里边了 Campus的话呢 当然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校园生活了 那Wizit呢 就是访问Focus 就是他这个月目前关注的重点 当然 About 当然就是About Harvard 是吧 就是他自己的官方的一个介绍和新闻 那咱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Academics Academics的话呢 它又分成一个General Academics和一个Degree Programs Degree Programs的话呢 当然就是学位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本科呀 硕士啊 博士啊 是吧 这些项目 Professional Lifelong Learning 那这个就属于继续教育啊 再教育啊 Hover Appoint 那当然这个就是顾名思义了 就是 其实哈佛大学有很多项目 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就可以报名去参加 去学习的一些短期的啊 我们说哈佛大学难 难主要是难在这个Degree Programs 就是它的尤其是以 本科的这个2000个学生这个名额太少了 是吧 但是其实我告诉大家很多像它的一些 研究生的一些项目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申请 那如果说是像一些Professional Learning Lifelong 你两个人不打算拿学位的话 只是学知识的话 你为了享受哈佛大学这种世界顶尖级的教育的话 其实就在你身边并不难 那包括这个哈佛的这个Online的这个项目 也是为大家 也就是说哈佛大学也一直致力于我们的精英教育 能够服务社区 所以这个它这些方面也都有啊 包括哈佛的Schools 就是从哈佛的就刚才跟大家看了什么肯迪尼政治学院啊 什么这些个其他的这几个学院 它就从学院的角度来进行分类啊 我最直接去逛的呢 我大部分去这个Degree Programs Degree Programs 你看它就分了 分了Undergraduate, Graduate和Other 那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Undergraduate Program 大家看它就是把所有的专业都列在这里了 那么这个它后面会有著名啊 是什么Degree啊 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说只有Bachelor of Art和PhD 只有本科和博士 没有硕士 对那这个AB就是Bachelor of Arts MA呢就是Master of Earth 那还有PhD 这个就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有的啊 这这这这这些专业啊 它是一个列表啊 那么它就列在这里了 所以很多家长说哎呀 我我苦恼于我们家孩子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或者说自己的以后职业干什么 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哎呀这这不知道我们家孩子怎么这么不行啊 连这都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你赶紧想啊 其实想你想不出来啊 对啊是不是 所以呢你要想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你得去查 你得去看 你得去做一个选择呀 是吧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是孩子正在迷茫 无论你是在9年级还是11年级啊 正在迷茫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迷茫也没有用不如行动 行动呢就是打开一个大学的网站 你去到它这里 人家ABCD开头 Africa American Studies 是学什么的呀 是吧 人家其实已经有介绍了告诉你啊 那包括你有这个Learning Mall Learning Mall了之后的话呢 人家就student handbook都告诉你了啊 那这样这是一个pdf文件 非常的非常的具体啊 那几十页的文件啊 那当然我今天就没有大家时间分析分享 但是总而言之吧 你要有时间去看啊 那我给孩子留作业 我经常就要留这样的作业 我要让他去看这个东西啊 因为你只有看了之后 你才能知道这适不适合你 你要对号入座嘛 没错 对吧 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是不是你想要的点 他这里边四年要读什么课 什么科目啊 那么毕业之后找什么样的工作 甚至连公司名字都告诉你啊 那然后这个起薪是多少钱 毕业五年之后是多少 薪水是多少 是吧 你忙不忙 是不是这个专业行业的发展前景 其实从大学的角度上来说 他为了招生啊 他列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具体的啊 你看这个有108页啊 非常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 应该是我们可以好好去看看啊 包括Field of Concentration啊 就是有不同的专业方向啊 你都可以啊 那么下面还有一些resources 是不是啊 那这个co-curricular groups 什么各种学校的一些政策呀 都是针对本科生的啊 那当然这个就是Mine Howard的 这个你进不去了 那这个是要你成为哈佛学生之后才能进去的啊 那所以这个 这个是应该好好应该去仔仔细细看看 每一个专业怎么样的 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描述了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课程 课程方面啊 那么咱们在我再给你回到campus campus的话呢 这里边就是哈佛大学 哈佛是有museum的啊 有博物馆的图书馆 运动啊 他的体育怎么样啊 是吧 林书豪是不是这么牛 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是吧 哎哈佛工作可以在哈佛怎么工作呀 哈佛现在都有什么活动啊 你能不能参加呀 其实都在这了 之前我跟大家说仿效 对 你安排时间 并不是说简单的 你开车 爸妈给你在这转一圈 是不是 那意义不大 能不能参加哈佛的一些活动啊 研讨会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 咱们点这个event进去看看 你看 2月24号就在此时此刻就有活动啊 嗯 是不是 对吧 当然这是个电影啊 那这个还有美国公民课呀 是吧 这是一些workshop啊 公开课呀 是不是 所以这些活动其实都是对大家开放的 有些是网络的 有些是实际开放的 你就知道这些都是你 可以近距离去接触到哈佛人的条件的 是吧 你通过这种方式 我告诉你 你就能认识哈佛的校友 你就有机会和他们去聊一聊沟通沟通啊 比如说 哎呀 你为什么选你有了你你认识了这些人 你就有可能会跟他聊天啊 你为什么喜欢哈佛啊 你在哈佛收收收收获了什么呀 嗯 对不对 哎呀你当年是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进到哈佛了 你当你在苦苦恼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学长学姐带你的时候 你自己是可以有机会来找到这样的人的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都是你看这个event 其实我觉得就非常的好啊 event就给咱们这样的机会啊 对 那么visit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visit Harvard 这个我也是建议大家有机会去哈佛的时候 一共要来这儿你先要注册啊 注册了之后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哈佛就知道你对他感兴趣了 他就会主动定期给你发一些邮件信息了啊 那这个就比你在网站上看的要更加的个性化 不一样一些吧 嗯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呃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所以这些其实节目时间的关系 没但没办法跟大家分享所有的链接啊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网站里的信息量非常大啊 对 能不能先把这个网站呃研究透了 其实你对哈佛的了解呃 就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嗯 好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万博士啊 这个确实这个网站啊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能够带大家逛全的 但是呢 大家了解到了他其中的很多的东西之后 自己可以上去看一看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的文美集团 那么当然也可以联系万博士啊 因为文美集团呢 是想与美国的华人的教育集团 滕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 来提供大学的申请还有规划服务 全美有12家办公室 7天营业 万博士领先的硕博顾问团队 进行为华人子女来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呢 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可以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添加 那么小红书也可以搜索 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谢谢万博士 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给我们留言 文美集团 美国升学直通车 在每个周五 每夕时间 中午一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